自稱是朱院章後代的朱雪章 他是台北市的某一領里長 他同時也是個武術館的館主 日前上個月的時候 他約了另外一個柔道高手 說呢 兩邊大家來比武比武 會友一下 沒有想到後來變成是大亂鬥 有人因此腳跡被砍斷 有人受重傷 那麼整件事情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調查之後 警方發現到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 把朱雪章給收押境界 我們要問 到底什麼樣關鍵性的證據 讓整件事情可以恢復真相呢 本來是比武 後來變成是大亂鬥 沒有 沒有把監視器蒙起來 那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特地否認在監視器上動手腳 因為回溯到上個月16號 決鬥前兩小時 到場四周就有好幾個年輕人 拿無線電拼命呼叫 人車靜靜出出 接著道館內外 五支監視器被套上襪子 時間一到 王玉玲等三人復約後 大門卻立刻被鎖上 十幾二十個人從後門殺了進來 道館頓時刀光劍影 王玉玲被斷腳筋砍成重傷 一撥人打完後 火速從後門閃人 警方掌握監視器線索 認定朱雪章計劃整命 涉嫌組織犯罪 我們在今天同步搜索的過程當中 也有查獲到犯案用的刀屑 還有棍棒 在場其中有三名 具有列管幫派成員的分子 我們比武切磋 打贏打輸都在大門裡面 外面帶來的流氓 帶來的暴徒 都是對方王玉玲帶來的 跟我無關 朱雪章被逮後 還是堅持沒落人 把責任通通推給對方 而深海嚴王王玉玲 聽到具體消息 認為是遲來的正義 希望直接收押 好 我們看到朱雪章 他還是堅聲說 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不過說真的 像王玉玲他絞筋被斷 等於是在古代來講 是武功全部都失去了 這個朱雪章 因為這個我曾經跟他 有好幾次上過節目 所以這個人 他是空手道武斷的高手 但他有個個性上面的一個缺點 就是太容易衝動 之前爭議也很多 對 之前就有曾經 為了這個去玩的時候 為了停車的問題 跟當地的十幾個禮民 發生過衝突 然後後來也是因為這個 因為他是台北市大安區 他去了一個里長 所以為了要勸李明 不要抽菸竟然打了人家 打了李明 對 打了李明 所以他爭議性非常的高 那麼這次 為什麼事情會逆轉 原因是因為檢警 雙方查出一個最新的發展 這個主席 當然你可以看到 之前在上一次 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也在節目裡面說過 因為他自稱說是比武沒錯 但對方進來以後 刀蟹是對方自己帶進來的 而且這個深海炎王的王姓男子 這左腳筋被砍斷 是因為他自己不剩 用自己帶來的刀子 被自己的刀子打到以後 切斷這個絞金的 那麼也說是人是他帶來的 當時我們就嚴重的存疑 後來 結果後來發現逆轉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檢警雙方查出一個 新的發展是 當時在後面的有一個 巷盜的監視器有拍到 有十幾個不明的黑衣人 進入了這個所謂的正興道館 衝進去 對 那這些人是誰帶來的 那麼這些人是誰安排的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現在查出來 應該跟朱雪章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要來了 就是他老人來的 而且很可能是幫派分子 那麼當時為了這個等於說 要不要留下這個通聯紀錄 甚至於故意不用大個大聯絡 而故意用無線電 無線電就可以沒有通聯紀錄 就會就不會留下紀錄 然後也叫這個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朱雪章曾經說 刀蟹是對方帶來的 可以調管裡面的相關的監視器 就可以看得出來 結果沒想到說 這個管裡的監視器 竟然被人用黑襪子給套住了 誰套的 誰套的重點就來了 結果現在查出來 原來是朱雪章 叫他的朱姓女助理套的 館內四個監視器 跟後面的一個對準巷口的 他們自己本身正興道館的 總共五個監視器 都叫朱姓女助理去套黑襪子 那設計好的嗎 那麼現在朱姓女助理重點在 他已經承認了 他承認了 雖然朱雪章否認 可是這個女助理他承認 是老闆加他套的 那麼所以這個事情 反而變成了一個逆轉 那麼跟各位等於要還原一下 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你要知道 他是空手道武斷 可是他的個性非常的暴躁 那麼他開了這個正興道館 這個正興道館 後來在地下室一樓 現在證實是違建 所以已經前幾天被拆掉了 那麼當時就是因為他打了這個 在這個抽菸的李明了以後 這個新聞見報了以後 深海炎王 自稱深海炎王 這個外號的這個王姓男子 他們在網路上面就攻擊 就王玉玲他 就是說你怎麼會去打 那個沒有武術的人呢 所以王玉玲他也是個高手 特別的是他除了散打之外 也是巴西柔術 巴西柔術這是這些年以來 等於說新興的一種 新的這種格鬥技法 他也是個高手 也得過了兩屆的這個格鬥的優勝就對了 都是武林中人 那麼因為這樣 引起這個朱雪璋就不爽 你知道嗎 兩邊都校正 那校正以後 整個引爆點是因為 到校正到後來 深海炎王PO了一張 在這個朱雪璋的道館前面挖鼻孔 反正在不屑就對了 道片PO出來就是 我看你不屑嘛 這樣啦 然後拿了那個整個引爆點 然後就校正了 就生氣了 對 就校正 然後就是來輸贏就對了 看看誰比個高下 所以就有這個 所謂的比武的這個現象 那麼當天其實 很多看熱鬧的人也都來 但是事實上 深海炎王只帶他的徒弟 跟另外一個要準備要直播 那個整個比武經過的人進去 門一關 沒想到裡面 阿撒 亂七八糟 喊救命 幹什麼一大堆 外面的人想進去進不去 所以趕快報警 所以警方快打部隊 趕快來了以後 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到後來朱雪璋本來說 外面的人是他們帶來的 要鬧事趕快把他們驅離 警方駕到趕快開門 後來才慢條四禮把他們打開 三個人已經被打得一塌糊塗了 然後深海炎王自己 胸前背後都有刀傷 尤其是左腳腳筋的 阿杰里斯劍被切斷了 幾乎等於是 就算接回來也沒辦法 像之前這麼敏感 幾乎就是要軌掉他的武術 武術生涯就對了 那麼當時雙方各說各話 然後當然另外被打的兩個人 這個徒弟 深海炎王的兩個徒弟說 是他們突然間十幾個人衝進來 用棍棒 刀子這樣打我們這樣子 那朱學長說人是他帶來了 跟我沒有關係是這樣子 各說各話 好 現在證據會說話 那麼事實上 雖然有5具監視器被用黑襪子套住 可是百密一書的原因是因為 你忘了巷口還有別人的監視器 結果別人的監視器拍下來是 他們先放了十幾個人 進去裡面埋伏 那麼等到深海炎王 他們三個人進去了以後 突然間把門打開 然後就衝出來就砰砰砰 就圍毆了 然後圍毆了以後 事實上最嚴重的就是朱學長 自己用刀砍了 砍了這個深海炎王的絞金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一般的傷害罪 不是重傷害罪 如果有殺人意圖 會變成所謂殺人未遂 這罪很重的 罪清都要3年以上 所以這也是解釋 為什麼到後來 本來一個交保 7萬塊交保的案件 演變到今天 竟然會演變這個自稱是 明太祖朱元璋 十九世孫的朱學長 最後被收押禁見的最主要原因 因 谢谢大家